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9月14日 格兰纳达摆阵营战贝迪斯 星期二凌晨西甲继续有好戏上演 格兰纳达将座阵主场营战贝迪斯 贝迪斯今季开局表现较为慢热 就算金像面对一向以互级为目标的格兰纳达 贝迪斯都没赢球的把握 不妨看好他们金像交锋各取一分 另外安波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格兰纳达今季最大的变动 莫过于是放走了风扇主力罗拔图 苏达道球队随即引入卡路士 巴卡作为顶替 看下这个是是对应位置的隐缓 但对格兰纳达都有几大的影响 球队新赛季前三轮联赛只射入一个球 只得到二和一负的成绩 上将作客零比四惨败给华力奸劳 这个也延续了球队上季客场偏弱的特点 不过他们上季都是依赖主场抢分 而且过去三次主场面对贝迪斯都能赢球 今次座拥主场之利 格兰纳达至少立于不败之地 贝迪斯上季获得西甲第六的位置 球队获得欧洲联赛华人参赛之格 禁论联赛之后 他们即将迎来分组赛的首战 踏入密集赛程的阶段 不过贝迪斯今季开局仍是令人失望 相计打和马略卡 同卡迪斯这两支以互级为目标的队伍 上轮又遭遇皇家马德里的痛击 开季至今一胜难球 摆在贝迪斯面前的是进攻武力的问题 军场控球率接近六成 但只有祖安美 尖美尼斯入过波 二队中射门次数最多的沙治奥 简拿尼斯和拿比 费基亚都是浪费机会主义者 看来贝迪斯今季要在格兰纳达身上 抢走三分 难度都挺大 球队还是应以全身而退位首要目标 在阵容方面 后卫尤素夫 沙巴尼 同和中场迪亚高 拉尼斯都因伤无波踢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